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叶才走不到两年 我以为他们的感情不说十累终身不娶 至少也会受伤三年吧 要知道我这辈子最多的眼泪就是为他们的爱情而流的 小叶是我的闺蜜 她在五年前查出乳腺癌 而且还是此类癌症中最严重的三阴性 她才28岁 消息传来我们都傻了 到时她的新婚丈夫石磊 在一个星期内办了两件大事 辞职卖掉房子 从此每天24小时贴身陪屋 夫妻本是同龄鸟 可是大难来临 石磊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这些亲友感叹不已 小叶手术后 石磊白天晚上陪屋 把小叶交给谁她都不放心 晚上她怕睡熟了 小叶有什么动静听不见 就把自己的一只手和小叶的拴在一起 这样小叶稍微一动 她就醒了 经过化疗 小叶的头发全都掉光了 石磊也剃了个光头 为了逗小叶开心 她在家里穿着小叶的裙子 边跳边唱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小叶把这段视频发给我时 我和老公许言都堪哭了 北方的冬天漫长枯黄 而小叶的身体又不能远足 于是石磊在租来的房子里 种满了绿纸 她在网上搜索各种养护经验 会护着仪式的寓意盎然 有一天 细心的小叶发现那盆鸟巢绝不见了 她问石磊 石磊只好从邻居家领了回来 原来鸟巢绝感染了碳居病 她不想让小叶看到他哭黄的样子 她只要他的世界里满眼心意 目光所及皆是生机 又如切除半年后 小叶在石磊的照顾下 自觉恢复良好 石磊也开始找工作 他们开始制定原生的第二个计划 生一个宝宝 可是小叶却在复查中 发现左乳也有了乳腺癌 医生建议尽快做左乳切除术 小叶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消息时 就像说他手切菜 说了个小伤一般 云淡风筋 都切了 多对称 石磊说 我们终于可以平胸而论 陈胸到地了 电话里是小叶爽朗的笑声 那个从前穿高跟鞋 磨住个水泡 就要求安慰的小女生 不见了 因为爱 她变得无所畏惧 甚至都能拿这么凶险的疾病 开玩笑 这样的小叶与石磊 令人叹腐 患难见真情 他们就是我身边 最活生生的例子 让我没理由 没资格再说什么不相信爱情 小叶手术那天 我们几个好友都在医院陪着 前一秒 石磊还跟小叶 各种开玩笑讲段子 小叶是笑着被推进手术室的 可后一秒 石磊跑进楼梯间 放声痛哭 她以前脸上 起个痘痘都对拔不空一圈 可现在 做了两场手术 却一次都没喊疼 一米八二的石磊 哭得服都服不起来 那些日子 我们眼见他一顿吃三碗米饭 他说 我必须好好的 我挺住了 才能把小叶照顾好 我没见过 那么欣喜如发的男人 小叶有轻微洁癖 他就每天给他换 从家里带来的床单被照 小叶爱美 但医院要求 必须要穿病号服 他就每天给他换病号服里面的T恤 每天都换 他给书后的小叶买假发 买各种各样的帽子 他学化妆 每天早晨 花半个小时 给小叶化妆 小叶说 这一生被一个人这样爱过 无论什么时候离开 都值了 所有人都认为 你他们这样的深爱 奇迹必须发生 可是 奇迹并不长眼 生活持续残酷 即便是全乳全切了 小叶的肺部 还是出现了癌细胞 这一次 连小叶自己都想放弃了 可是 石磊却带他去了日本 哪怕有一线生机 也要万分努力 第一次用药后 小叶肺部的癌细胞不见了 石磊欣喜若狂 他在朋友圈 按了三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写下 谢天谢地 谢谢你 只有我们这些知情人明白 为了这一天 他到底付出了多少 然而 好消息只是昙花一现 小叶的癌细胞 比爱更加顽固 日本医院的治疗方案 也开始无计可施 那天 我们在机场接他们回国 我们同样万年聚会 可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叶和石磊 却满面春风 小叶乐观地自嘲 以前 我想活得漂亮 但现在看来 死得漂亮也很重要 在场的我们 气不成声 在小叶生命的最后时光里 他活得无比充实 带着爸爸妈妈 去了他们心心念念的苏航 石磊的每个周末 陪着他教孤儿院里的孩子画画 在征求石磊同意后 小叶签了 遗体捐赠自愿书 他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 但他们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健康强壮 真爱 把他们的灵魂 带到了令我仰望的高度 说实话 每次去陪小叶 看他们夫妻笑谈生死 看着他们望向孩子 那平和有爱的目光 我和许言都会感慨 这一生 这样活过爱过 才不虚度 四个月后 小叶离开了我们 与最后的痛苦相比 我们都替他感到解脱 走的人一了百了 留下的人才可怜 送别那天 石磊抓着火花公银的手 跪下来求他 不要带走小叶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 真的有人眼睛里 流出来的不是泪 而是血 他倾家荡产 依然没能留住 生命中的最爱 我们抱着他 炫慰他 说你已经尽力了 小叶这辈子有你 值了 那样的石磊 令人心碎 深情不受 说的就是他和小叶 小叶走之前 曾对我说 有合适的人 记得想着我家石磊 他配得上好的人 好的感情 还应该幸福 我当时还哭着安慰他 就你们家石磊 对你那么深情 这辈子还能对谁心动 可是小叶执拗的 要我答应他 那样情景之下的嘱托 我无法不答应 我本想着 石磊会为小叶 此生终生不娶 但我无论如何 我没有想到 小叶才走了不到两年 他就要结婚了 一口恶气憋在我心里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整整一天 我心里五味杂陈 没有想好如何回复石磊的情景 是痛骂 还是假意祝福 我最担心的还有 万一小叶爸妈知道这件事 该有多难过 于是等到周末 我和许妍开车去了小叶老家 一想到小叶已经不在人世 再想到石磊 马上就要和别人新婚艳儿 我忧心冲出 三个小时后 我们到了小叶爸妈所在的县城 看到我们 老两口特别高兴 急忙进屋 给我们做他们拿手的炸酱面 吃完饭 就在我和许妍搜长挂肚 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时 叔叔直接点题了 石磊要结婚的事 你知道了吧 我眼睛一红 许妍支支吾吾 谁知叔叔一边倒茶 一边说 他最先把这事告诉我 等你阿姨的 这是好事 我们都要支持 原来 石磊大年初一 来给叔叔阿姨拜年后 每隔几天 又来了一次 叔叔阿姨一看他 就是有心事 追问之下 石磊才坦白 他被一个叫李欣的女孩 表白了 这个女孩 当年也在孤儿院做义工 他看到了石磊与小叶 神仙圈里的样子 小叶去世后 石磊几乎每个周末 都来看望这些孩子们 就这样 李欣爱上了石磊 但石磊压根没那个心思 直到有一次 李欣公然向石磊施爱 他说 你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来日并不方长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也喜欢我 就别再犹豫 如果不喜欢 我也绝不打扰 是那句 来日并不方长 把石磊的心 说活了 他想让自己 好好活下去 也想给自己一个 依然可以幸福的机会 可是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爱情与非议 情深义重 与薄情寡义 石磊来和小叶父母商量 他以为 二老一定会很愤怒 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他 最不应该来求教的人 可他最在乎的 也是他们的想法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他都需要亲自来确认 只是没想到 小叶爸妈对他说的是 小叶生前 你已经做到了极致 给了他最好的爱和陪伴 现在 他也走了快两年了 如果你觉得那姑娘合适 我们坚决支持 如果小叶真的爱你 他也会比任何人都希望 你过的幸福 那是自小叶去世后 他们之间 最推心致富的一次谈话 叔叔阿姨禁属了 石磊曾经对小叶的深情 他第一次告诉石磊 小叶离开时说的话 妈妈 我这辈子虽然不长 但我很幸福 很满足 这句话 是他们失读之痛中 唯一的欣慰 从前 他们在悲伤里 还不及表达 但那天 他们正式向石磊 说了谢谢 小叶在时 以人质意境 他走了 你也要重振旗鼓 孩子 如果你这样的人 都不能得到幸福 那真是老天无眼 咱们都是失去过至亲的人 所以 根本不必在乎 别人怎么说 我明白 爱明白 才是对至亲最好的安慰 明白吗 那天 石磊与两个老人 相拥而弃 是哭着离开的 夜深了 我和许颜 留宿在叔叔阿姨家 难以入眠 我拿出手机 给石磊回了消息 石磊 恭喜你 请一定要幸福 因为你配得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欢迎留言 告诉我 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心仪 私信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感谢观看